今天在香港 麥當勞叔叔之家2016開放日 也適逢成立20周年致興 現場準備了一連串很精彩的活動 希望和大家共度一個開心愉快的週日 首先祝言麥當勞叔叔之家生日快樂 Happy birthday 成為今日的開放日主題 都有說的 Keeping family close 在一起就時間 我亦代表特區政府對麥當勞叔叔之家表示敬意 香港麥當勞叔叔之家是在1996年成立 是亞洲第一間麥當勞叔叔之家 香港第一間兒童醫院就在2017-2018年開始做好了 我們很感激政府支持我們這項 為香港所有病同女家人提供的家以外的家的服務 我知道這次是你第一次出席這個活動 可否說你的感受是怎樣 其實感受就是很感動 首先是看到那些小朋友很開心 就算看到陌生人他們都不會害怕 覺得因為他們是一個很安全的地方 他們可以真的看到他們很開心 也都很感恩 還有香港有這樣的服務給需要的小朋友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我今天感受是特別深的 其實我之前曾經來過 但這次來就很不同 因為其實我知道小朋友特別是患病的 就是很需要那種被關心、被擁抱、被愛的感覺 這裡是幫助患病兒童 加上他們的家庭 令到他們的負擔減低 因為整個環境、氣候和人 是有一個家裡的感覺 我也很想跟大家說 其實做義工這件事 不單止是你幫到人 其實你對自己來說 我很肯定你會有很大的滿足感 好,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